J'étais un charmeur solitaire 好 欢迎回到POP大国民 刚才已经跟各位预告了 我们在现场来了 大家非常熟悉的戴继权 选举前了 我非常希望透过他 他这段时间 其实也是南北到处跑 到处看选举 透过他来聊聊从北 我们一直聊到南 再从南聊回到北 好好地来看一看这个选举 来 流线传媒创办人 暨社长戴继权 继权你好 士兵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 我一定要问了 好 柯P的选情如何 焦灼危险 那高雄的选情如何 焦灼危险 台中的选情 不要讲了 焦灼危险 那桃园的选情呢 不焦灼 稳定 稳定的 结构还蛮稳定的 好 来 这个我们来 好好地看看这个选举 这个选举 今天礼拜四了 就是 算明天一天了 今天礼拜三 明天一天 后天一天 很想赶快选完 我赶快选完 真的很累对不对 我现在互选也是这样想 就是我这样很讲的 就很像跑马拉松一样 你跑到最后的时候 其实 你不要再跟我讲那么多了 我相信每个候选人都是一样 一样 我就跑完就对了 跑完就对了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可是你晓得很多人在网络上也在讲 说 小心奥波 小心 小心奥波 对不对 然后蓝银就说 绿银会最后有奥波出来 那蓝银也在说 最后蓝银这边会买票 会怎样怎样 最后两天 我觉得反而大家充满了焦虑 不过其实我感觉 大家会这样讲 就表示 大家 你即便现在真的有什么奥波 就是说 不管他那个事情是真或假 以前为什么叫奥波 就是说 因为选前 大家会有一个 要投票的焦虑感 所以你也不够有时间 去查证或干嘛 所以以前的确有几次 是有效的 就是一些 投票日前一两天 的外在 有可能是外部事件 有可能是 自己阵营或对手阵营的 一些状况 这的确会 可以在短时间内去 改变这个选举的 某一个 一定程度内改变 那个结构 通常都是 通常他的前提是 必须要是焦虑 你这些才有办法 因为他顶多只要 拉三五%左右 好 我们从北部来了起 科B今年的 打得这么辛苦 困境在什么地方 当然跟绿云拆火 少掉了一定程度的 基本盘 这个没话说了 那除此之外呢 为什么会打得 我们也跟他讲 没有绿云的声援之后 科B也打得 某种程度上 你也可以说打得不错 为什么呢 因为绿云不撤掉声援之后 他就靠自己的力量 还是撑得住 他也撑得住 在民调上 不管怎么说 在过去 看起来他在选举的声势上 他都还保持得相当不错 虽然说拼苦了 相对来说 因为丁守龙在后面 紧紧苦追 那科B为什么这么辛苦 我有个六五四理论 就是说 在台北市的选票结构里面 会出来投票的 大概有六十万是 国民党籍的 就应该支持国民党 就俗称的来源 在台北市 五十万是支持绿营的 就是所谓支持民进党 六五四 或使在力量 四十万是属于 年轻的中间的 再加上一点点亲民党 就是六五四 加起来大概就是 一百五十万 这投票率七成 大概是这样 那如果投票低一点 就一百四十万 再更低一点一百三十万 所以你对科来说 他的核心支持群 就是那四十万 所以如果今天 萨卡都就是各自归队 对 科B是不可能赢的 他其实票 假设今天绿营全数都投给 民党推出的支持者 那个蓝营全数都投给 国民党推出的 他就不可能赢了 他一定第三名 没错 所以他这个事情 这个其实是为什么 过去两年 我比较 我可能比较少也能体谅他 他为什么在路线上 看起来有点摇摆 这样 就切我摇 就蓝蓝绿绿 蓝蓝绿绿这样 他在中间这样去 巧妙的切割一些东西 对 他要等会这样做 因为他 他没有办法单独 靠那四十万票 当选 他不像 你看像 像我们如果算直白一点 像2014年那一次 其实就是这六十万票 是联盛人的票 然后科B的八十四万票 不就是五十万 加上三十四吗 对 五十万民进党的票 三十四万 就是中间选民 加上 这个亲民党的票 对 大概这个结构 好 所以换句话说 这也就是为什么 合理的解释 这种推测法 就是说合理的解释 为什么在最后关头 说我们看到 这个姚文智的火力这么猛 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说 姚文智 感觉起来 他就努力的想要 让蓝绿营的基本盘 多一点的回到他这边来 多一点 科B就输了 对 科B就输了 可是呢 也不保证姚文智能赢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绿营在台北市的盘 就没有蓝营那么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姚文智的态度就很清楚了 我不会赢 但是我也不要让你赢 好像是 有点感觉 姚文智的策略就是 我不会赢 所以为什么他那么在意 包括陈景俊副市长 站台这件事情 他这么在意 党中央要不要处理 我想理由也在这个地方 他现在显然就是要让 绿营的基本盘尽量回来 可是问题就 麻烦就麻烦在 对绿营的 现在还在支持 柯P的这些支持者来讲 他们想法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他们可能就会认为说 好不容易让蓝营 基本盘的 很大的台北 上一次输掉了 台北市场选举 难道就要让他回 就要让他回到 蓝军的手上吗 如果这些人 比喻不低 继续的觉得 那我至少支持柯文哲 让蓝营不要拿回来 那这个对柯文哲就比较有利 可是问题就是说 那这个到底在拉扯之间是 留在这边的 柯的这边多 还是回到姚恩志那边的多 就决定了这个关键 所以我想这几天可能也是 这个柯P 柯市长比较辛苦的地方 他在这边就要反复的 鱿鱼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这策略推测 如果不错的话 你就合理的回应到了 丁守中为什么在最近 讲了好几度说 民进党在搭甲球 民进党在搭甲选举 为什么 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要逼 逼什么呢 逼这个绿营呢 把绿营的票 拉多一点回到丁守中 姚恩志那边 因为越多回去 磕就压力大 磕压力大 丁守中虽然就算没有什么 再往上增加的机会 可是他的票就可能盖过 这个柯P 所以这有趣 台北就好玩 在这三强之间在那边各自盘算 其实全台湾的那个动态 都非常的紧密跟微妙 而且 不过有一点我倒是要提 丁委员还真的 从头到尾都佛系选举 我觉得是对的 因为你看他后来是 稍微凶一点 就是小野的事件 他打得比较凶 那个也还好 可是他也不是因为打小野 他的支持度上升 他是因为韩国瑜热度上来 他的支持度在上升 他打小野是 这个事情可能是 柯跟绿云这边有点受伤 但是对他的支持度上升来讲 我不认为有帮助 他还是对 好台北的选举呢 现在当然也是到最后关头 不到最后关头呢 也没人敢讲 因为他实在是太微妙了 这个难得看到这个三强鼎立 不过这个微妙也可能预示了 假如将来 我现在讲的是假如 将来假如说真的是 三强鼎立的总统大选的时候 其实我们台湾经历过一次 2000年那一次的时候看到宋楚瑜连在跟这个陈水扁 可是你 对不对 如果 如果明年 如果明年真的是三强 然后又是蓝绿白的话 从人口结构上来看 白的人数就是最多的 台北市比较特殊 台北市的年轻人的占比是相对低的 四岁以下的 所以你说如果说是假如说2020年 全台湾的话 全台湾的比率 这理由是怎么 你就算人口结构 那个45岁以下的 可投票的人口数 是600多万 快700万 它相对来说是变得高的 对 台北市是相对老化的一个城市 所以它的年纪比较大的 这个投票人口的占比是比较高的 OK 好 这是台北的选情的 我们大概一个观察跟分析了 我们带回来 就看向南台湾的高雄吧 今天雨天 每天都想你 POP Radio 是我养起 就一起 一起在一起 好 欢迎回到POP大国民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电视新闻大概这个时间都是在选举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有宜兰的新闻 也有这个高雄的新闻 当然也有台北的新闻 当然我相信随着时间到了晚上那个pright time的新闻时段 大概每个地方选情都会慢慢出来了 好 我们回来看看高雄 韩国瑜的效应 在你这个专家来看的话 有解吗 就是说怎么会 怎么会逼到民进党 解释还是解放 解释 解释其实蛮单纯的 就网路不分现实 所以你怎么知道他那个身世是高雄当地的 还是不是高雄 可这个对选举来不是很危险吗 刚开始是嘛 所以14年的时候 那时候KP选到最后一个月的时候 他不是捐款捐了超过3000万吗 花了六个月 从网路吗 那时候就跟科医师讲说 科医师我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都跟你的募款有关 他说先说好消息 我说你的募款超过当时我们 所以那时候财务委员会是理订员嘛 超过那时候设定的目标 就小额募款 网路小额募款2000万嘛 已经到3000万 他说很好啊 这样怎么会有坏消息 我说坏消息是80%都不是台北市民 捐给他 他说怎么办剩一个月 我说我们再看着办吧 这个14年就这样了嘛 所以当这个含流开始捐起来的时候 其实我也不会太压抑 而且其实也不是只有我不压抑啦 年轻人都不压抑啦 就是说习惯网路的 网路原生 原住民是不会觉得怎么样的啦 就是他今天他可能讲了什么话 做了什么事 尤其他在 他在跟王世坚 那个 对垒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是 也是全台湾都在看嘛 对啊 什么月亮跟谁 都是走嘛 对对 对不对 问世坚情为何物啊 所以他这个 那个时候就已经先打下了全台湾的这个对他关注的一个基础 所以大家都说那个王世坚议员有扶龙性格 扶龙命格 所以说被他骂过了都可以上去 都可以上去 对对对 所以他这个 他这个还在当北农总经理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一个 那个温度就已经在了 那个时候也不禁然说什么 有对岸的因素啦 什么 倒不至于啦 那个时候还没有 只是说他已经开始 有点像水快滚以前 有没有 就是热热的开始冒一点小泡 这样 所以但网络不分现实嘛 所以关注他的一定是 就是喜欢看网络的 嗯 会会看影片的 这样 然后觉得 显然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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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网络上呃 崛起 然后从网络上慢慢持续的发烧 这个策略是一直他都在走嘛 对他 除非 除非我们要把整个国家把网络关掉 嗯 要不然这不是从一四年开始 这会回头吗 不会啊 可是即使这样讲 我想包括韩国瑜在内 还有所有听众朋友 再回头想一下 韩国瑜上我们节目上过三次了 所以其实我很清楚知道 那个他的这个整个 整个的这个过程的变化 对 他自己也都讲啊 那个当时在市长部主委的时候 甚至包括要决定要不要提名 要不要参选的时候 他不跑回台北来登记一天 然后就跑回去嘛 对不对 他自己在我们节目当中都讲啊 说那怎么办呢 嗯 没钱要钱没钱 要人没人 他就是一碗卤肉饭 一个一个矿泉水 对不对 通通通跑来跑去 对对 就说他的确是在那个时候都还很惶惶 嗯 然后我在节目当中也讲了 就在几天前 陈岳胜接受我们的黄光琴的访问的时候呢 他中间也讲了一段故事 也很有趣 他说就是两个半月前 他的他的这白皮书发表的时候 请了韩国瑜来 当时韩国瑜来的时候 底下不过五六十个人 嗯 媒体俩三家 就会表示什么 还冷冷 都还冷冷的 对 可是也就是这样子 嗯 两三个月之间就霹里啪霹里啪的 野火燎原 嗯 就整个这样卷起来了 现在卷取千堆血 就算他的辩论里面 当中有这个或那个的 有专家会说这个不够 那个怎样 对他也一样没什么太大影响啊 户层高 今天现在讨论户层高 今天被户层高了 也没人去讨论到那个证件会到底怎么样 所以我就说 有时候你必须承认 那个选举就是一个市 嗯 市头来了 嗯 就来了 嗯 所以民进党现在是重兵 在高雄围堵 求疑人听说也下去了 好 就说 这种重兵来围堵 这也不是民进党当初能想象的 打了这么辛苦 其实我是 我是诚心的建议民进党啦 嗯 你最好把重兵放在网络 尤其政府执政 你知道这个事情 其实我已经呼吁了超过一年了 嗯 就说我们整个行政院 嗯 在那个行销的广宣预算里面 嗯哼 嗯哼 大概只有25%是投在网络上 75%是传统的 嗯哼 那这个相对于一个全网络的社会 连那个沟通的这个投放的基本量都不够 好 我刚才看到这个TVBS一个新闻 当然不见得是live了 因为它可能是重播的 但是至少有一段是柯P呢 讲了说 当时呢 韩国瑜在北农好好的 你没事要把他拔下来 现在才搞到今天这个局面 那怪谁呢 哈哈哈 真的 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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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今天是在北农总军委的话 也就这样子了 对 那也就也就也就这样子了 所以 有时候 事事难料 事事难料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嘛 对 好 可是我们如果来看这个 这个这个韩国瑜的话 那其实另外一个也值得关切的关切一个问题 就是文化人的角色定位 嗯 那我们一看到这次呢 因为小野挺了柯P 就丁锁中跳出来K他 然后小野痛哭 就这个对柯P形成很大的压力 然后我们看到高雄呢 因为这个有一些文化人 包括这个吴念真导演等等 跳下去支持 也就是说这次选举 我们一些意外的发现到 诶 文化人 到底有没有选编这东西 也变成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议题 那这会不会也表示说 你是你是从正面角度看 还是从负面角度来看 就是将来会不会造成 台湾社会各个领域的更多的被施扯 非要表态不可 其实昨天那个吴念真导演直播 深夜直播嘛 对我有看 其实我觉得他的诉求就是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子 嗯 就施扯来施扯去嘛 嗯 就选完都是朋友 他中间讲一段说 那今天好在台中 是林嘉隆跟鲁修妍 嗯 他比较认识林嘉隆 如果是林嘉隆跟另外一个 江启臣 嗯 他两边都认识 他就不知道要怎么那个啊 OK 对啊 而且其实吴念真导演他 嗯 他在讲说他要给 那个韩国瑜 韩国瑜的支持者韩粉 嗯 一个中心的建议 我那时候想说他要讲什么 唱夜袭的时候 Key啊这样这样一下 对因为 他那个 我这样的时候真的是笑出来 因为当过兵的人 都是要唱军歌嘛 但因为我已经二十几年没有唱歌 嗯 他在讲的时候我就想象他去 真的 因为你如果起音 太高的话 你后面 你后面真的很惨 事实上夜袭 夜袭的开始 我已经很久没唱 但是我记得那个陈森唱过 陈森有一次 在他演唱会里面唱过 他起音是非常低的 很低对 砰yi 碰砰砰砰砰 后面拉起来才会 才会好听嘛 而且 对 一开始拉上那么高的话 是很 其实 其实我觉得 文荣森导演 他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用的角度就 有點幽默 对 就是 他就是一首歌 就是说 你把它当成一个 军国主义的 然后就很细缩 它的歌词 当然也是一个角度 但是你如果用另外一个 就是说当兵搭共同的回忆 然后他起因比较太高 我觉得他提这个 其实有点让那个剑拔弩张的气氛 有点缓一下 就是说选举虽然是对立 但是他大概就是 像我今天早上 也是跟那个郑宇彭委员先聊 我就说这次选举每一场 每一个县市 都很难分难解 可能比足球赛还好看 他就说这是PK盘 好 可是这就有意思了 我们顺便隔空来挑战一下 这个郑宇彭委员 为什么呢 民主党是执政党 蔡一门总统呢 也都一直在讲说 这是个改革跟反改革的拉锯 然后呢 想想看两年前 他以这么高的票数 击败了朱立伦 可是才不过一年多到两年 整个的形式又就转回来 所以他是不是也意味着 因为我常常在我们节目当中 会提醒所有朋友 也不要只单独来看 因为2008 马英九状况也是一样 2009 他就整个形式就就转了 到2010以后的几次的补选 就一直输 好 所以2014才选得那么辛苦 那个2012那个连任 才选得这么辛苦 好 最后也不过赢了80万票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时候也就预设 以后 所有的执政者 包括地方县市首长 一样 你要赢得选举呢 可能 很容易 但是你要执政 真的很不容易 会不会这样 其实 这个我也一直在思考 你怎么今天一天到晚 都在用思考这两个 不是 因为他真的 这个问题真的很复杂 就是像小英东 也说 这个是个改革跟反改革的选择 然后我刚刚看那个 那个电视新闻的镜面 他也有写说 这次投票是一个 用选票告诉对岸 我们不是中国台湾 嗯 操作这些东西了 对 就是我听起来 甚至包括他们 姚文智一直在抹红柯文哲 投给他就投给习大当 对 就是 对 就是像这个东西 中间有逻辑上的断点 我是 我是想不通的 我只是好奇 你看 像我太太 我太太她其实的家族 稍微 以前他们家族 都是宜兰嘛 嗯 他偏一点绿的 跟我太太就说 他很讨厌听到 老是在讲别人 不爱台湾 然后 怎样怎样 就贴标签嘛 对 就是说 有时候对很多年轻朋友来讲 他为什么讨厌 就是很烦啊 你执政也执政 真的没有错 就是说 其实 其实大家 就是以前党外 对国民党的情绪啊 嗯 并不是现在年轻人 对民党的情绪 我觉得那完全是两码子事 而且我担心 民党会有点误解 嗯 他会觉得说 年轻人是不是要 啊 不是真的不是的 他那个是说 今天当总统说 这个是改革跟反改革的选择的时候 像我 我心里就有个纳闷 就是说 那 那我投给谁才算是 嗯 才是支持改革 嗯 可是你说投给民进党 就是支持改革嘛 嗯 感觉好像不是 嗯 那难道我今天投给姚文志 就是反改革吗 嗯 好像 不是 就是 就是支持改革 他投给柯文哲 就是反改革嘛 就是这个事情 我懂 我想不透 尤其在台北的话 这个 这三角关系的时候 这个逻辑就更难 一刀切了 更难了 你可以在 这个这个逻辑本来 我 我的意思就是说 呃 我觉得韩国瑜在高雄 有一句话 可能打到了很多高雄的支持者 特别是蓝营支持者的心理 就是说 明明高雄人不欠民进党的了 这个 这个打得很重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你在高雄是 老高雄县 你已经执政超过二十几年 甚至三十几年了 对不对 那谁欠你呢 我觉得那这个逻辑 如果可以拿来用的话 这中央也是这样子啊 你民进党也 又把国民党干下去了 对不对 国民党已经两度这样下去了 那他表示说 我们的民意 其实是有他的一个反弹的力量嘛 那还有谁欠谁呢 你也当了总统 这个是我说的嘛 就是这也呼应我刚刚前面讲的 就是像赤铭哥你说 民进党把重兵都拉到高雄去嘛 民进党怎么不把重兵放在网路沟通啊 当民进党在这样子讲的时候 其实年轻人会觉得说 你好像还是在跟国民党讲话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年轻人实在就觉得 就被晾在旁边 可是好 这个重点来了 你网路比我强很多 要在网路上怎么跟年轻人沟通 怎么跟不同意见的人去沟通 又能够说服他 在网路上怎么 所以说我觉得很单纯 因为我打个叉 因为什么呢 我让各位了解我的问题的本质 因为比如说好了 像各位现在如果打开电视 打开这个广播 可能听到了就是传统的说法 我是谁谁谁 请支持我就是支持改革 我是谁谁 那支持对方就是反改革 我是谁谁 我要做一个什么什么管 我要怎样怎样怎样 就这还是很传统的 认为说我讲出来了 大家都买单了 但是网路沟通不是这样 通常啦 比较你都正在问SOP的话 你就是找一群 比如说可能某个工作的 某个特征 比如说家里都是小朋友的人 或者是都是刚毕业的人 你就找一群人 你不要先跟他讲你要干嘛 你去问他们 他们要什么 有啊 这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也会做一个叫小团体的 这种研究 或者小团体的对话 但这个对话在网路上面 不管透过直播啊 或是透过座谈啊 或是透过社群的连结 这个才能够凝聚你的支持者 其实我并不认为民进党 真的有 在选战上真的有犯什么巨大的错误 我反而是觉得他忽略了网路世代的沟通 跟凝聚的模式 这个是民进党忽略的 所以他当他 刚好破口在高雄嘛 所以他们就重兵掉去高雄 然后 看起来其实花了很多时间跟资源准备辩论 可是辩论效果大概就不到20小时 现在新闻跟网路 没有什么在讨论辩论啊 只剩下一个护存杠 有一点尾声还在吵一下 明天就没什么要吵了 我觉得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某种程度上 支持韩的或者韩的阵营 已经很巧妙的会利用 四两拨前进的方式 把问题给转开了 对 一个这个就 一个 到底是不是因为他傅成高 早知那天喉咙痛的消息 这样一下强调新闻以后 没人在care 那天辩论的内容是什么了 但是我从两个角度来看 韩国会从头到尾都非常用心 认真的在对着他的支持者 在讲话 他并不是在攻击对手 他就是不停地跟支持者讲 那个词汇听起来 其实坦白讲 我听起来就有点粗粗的 那个台湾首富 我其实就不太懂 是什么意思 可是他 但我可以很明确的知道 他的意思就是说 高雄的经济要好起来 对 他是这样讲 对 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然后他也很简单的讲说货要卖得出去 人才还进来 人才还进来 那你细想这事情觉得这大方向对啊 对 哎呦 你这就是 我中招了是不是 你中招了 为什么呢 这就是蓝衣的人最了解嘛 哎 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时候不就互唱其流 人尽其才嘛 这就是当年 还好我还记得一半 一样嘛对不对 逻辑上是一样的意思嘛 蓝军人都听得懂啊 但我就不是蓝军的嘛 对呀 蓝军都听得懂嘛 或唱其流 物尽其用 人尽其才 但是 理运打同篇 你看他 他其实一直不停的在沟通的就是 就是激发支持者的热情 让支持者相信他 去说服他的支持者 如果他的支持者在某个议题上表现出 比较不满意 或是有点不喜欢 他有挑战 他就他就尽量比开 就不提这个事嘛 比如说赌场 嗯 他不提了 他觉得他其实 也的确是 对他其实 其实你可能当然 但直接间接都会听到他可能实际上讲说 那如果大家不喜欢那就不要 嗯 OK 他其实 我让他这个部分跟柯有点像 嗯 所以可能有个想法 然后人民叫他一盆冷水 嗯 他就抓抓头这样摸摸光头 好 说他就不要 卢秀燕也宣布请辞立委了 所以呢 换叫说 他跟这个林佳龙上一次选举的时候很像 最后几天的时候你宣布辞掉 但是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呢 也不知道啊 马上回来 好 虽然选举在进行哈 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第一个地球呢 并没有停止转 全世界呢 还是有很多事情在不断的发生 比如说 美国的航空母舰雷根号 到了这个香港 到了香港来访问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讯息 如果你认为说 啊 这是不是意味着南海这边的形势 那我们的选举啊 有选举上操作啦 说还是个形势的紧张 可是不要忘了哦 之前香港是不让美国的两艘军舰进到香港 可是这次他让雷根号进来了 所以换句话讲说 如果没有北京的谅解 或者北京的这个给允许的话 雷根号是进不了香港的 而且雷根号进了香港之后 还邀请了香港的民众媒体 还有更重要的是 香港的解放军的司令上去参观 这个讯息非常有意思 所以换句话讲说 某种程度上的这个两岸的关系 跟美中台三角的关系 到底要怎么解释啊 其实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单线式的 想当然而 我只提醒大家 然后呢 普悠玛号一个月了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电视新闻说 他的家属呢 开了记者会 为什么呢 有时想想看 真是不要因为选举 国内的很多事情也停下来了 政府台铁 答应这些家属的一些抚恤的 各种的一些措施 怎么搞了一个月了 还逼着家属出来抗制抗议 有时候想想看 真的所以执政难也难在这里 对不对 就说你稍微某个层级不够清楚 或者某些地方螺丝松了 普悠玛号就真的 大家会觉得说家属走干嘛 跑出来抗议了 台铁出来解释说 了解这个心情 所以我们会持续的沟通 有时候我们想想看 最可怜的其实就是站在第一线的 遭遇到困难的民众 这个跟改不改革 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你政府的施政的效能 跟施政的决心 还有分层负责的 彻不彻底 有没有目标管理 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提供这个给各位做参考 我这样K了一下有没有道理 就是百分之八十 其实跟改革不改革没关系 没关嘛 对啊根本无关嘛 日常的生活 好 来我们来回头来看看 公投好了 我们聊一下公投 公投这次你觉得会不会构成一些 跟选举有关的微妙形式的变化 一定会的 还是会吗 一定会 真的啊 你比较看中哪几个议题 其实都蛮重要的 只是说 这几天啊 或者这几天 网路上开始有个声音去讨论说 就算过或没过那要怎样 比如说冬奥证明 我在 我有先前之明 我一个礼拜前就K这个事情了 我先知 没有我K的是什么 我K的是 我觉得政府的态度 不像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你要不要听一下我的逻辑 我逻辑很清楚 就是说比如说冬奥 对 你政府怎么可以说 啊这是民间做的 那我们政府呢 没有 我们尊重台湾是个民主社会 怎么知道 没有立场 我说这个话说的很漂亮 可是它是一个 没有意义的话 为什么 那这话意思就是 隐含了一个潜台词 那公投过了以后 到底有没有意义 对啊过了然后呢 如果呢 如果他是过 如果是公投过了 你政府可以说那是民间的 我我我我我我没关系 那要公投干嘛 他没有 他这个意思是说 他如果过他不用改 对所以我跟你说就是 我就我就可以了 我说这个政府是很不负责 你如果你如果真的觉得冬奥 有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误解 使得这个未来的中华奥运的这个资格 或者是我们的运动选手的出赛 有可能受到威胁 你要有个态度嘛 就哎 当然蔡英文不可能听到我骂 他就他就改变了 这两天不是放出消息了吗 接近美国外宾的时候 总统不是表达了 说选中华台湾的选手 也要以出赛为为台湾争光 作为最优先的考量 等他已经在暗示性的 在在在有一点点 对冬奥这个 有一点点在铺陈了 那可是我就认为 政府的态度在这上面 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你真的还是要想到 玫瑰不叫玫瑰 难道他就不是玫瑰吗 对不对 我们的选手如果能够出去比赛 拿到了名次 站在台上 告诉大家说 我拿的奥运会棋是中华台北 可是我是来自于台湾 这不是一样可以的吗 可是总比他前面就卡住了不能出去 要来的太有意义多了吗 这段当然可以讨论 我只是说 那假设假设他过的 就是说冬奥要证明 在公投上面的规则 是已经通过了这个公投案 对啊 没错啊 那政府可以干嘛 那现在就尴尬在这里了 政府现在态度是说 那是民间的 那其实只是民间表达他们的想法呢 那怎么意思 所以公投只是用来表达想法 他不具有 对啊 所以我才说啊 那同婚过了 那不是要玩 所以我当时才说 那不是要玩这些 搞公投很认真的人吗 没有啊 那这样的话 如果这个事情属实 那好啊 那 我们要不要投公火票啊 不是 这个不是把 这比鸟龙公投还那个 对 所以我才说啊 我才说政府的态度 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态度啊 是我们缺了什么法 还是什么 就是说 要嘛就是说 这个规范不够严谨 中选会如果发现 这个事情公投过了 就一点意义都没有 那这个 那你就一开始就说 这个这样的公投的案子 对 或者是说这个没办法过 或者全公不参考 对 他一定有一些筛选条件嘛 所以我才说政府态度很奇怪啊 你不觉得很奇怪啊 那这样来搞一个公投 玩大家干嘛呢 那好像 当年是鸟龙公投 大家会认为说在 在玩那个鸟 对不对 公投的鸟 现在反过来讲是玩这个公投 我把鸟龙拿掉了 现在在玩谁 玩公投的人啊 就偷 因为我也不知道偷什么 好 那 所以我回来了 因为这是几个 其实分来看 大概前面那个 深澳电厂 针对深澳电厂的燃煤发电 大概问题比较争议不大 因为政府也撤了嘛 但不能说它没意义了 如果表达一个强烈的态度 可能政府将来的燃煤发电 还是会有很大的压力 第二个 第二组就是 反铜跟挺铜啦 那另外一个就是东奥公投嘛 另外一个就乙和养绿嘛 对 看起来比重很大的一个 因为是两个跟三个嘛 所以它就五个 就都跟这个反铜跟挺铜的 你觉得 未来了 有没有可能挺铜跟反铜 会变成台湾社会的一个 很鲜明的议题 那重点是 年轻人对这个看法呢 其实我 网民对这个看法呢 我个人觉得是 当然现在当然是各自拥护嘛 对不对 可是因为也吵了非常久了 所以我反而感觉 双方的那个 情绪越来越趋于理性 真的啊 哇你好乐观哦 真的啊 因为这个事情就是 因为那个情绪激情的部分 已经过了嘛 那些 有些比较夸张的 难听的也过了嘛 所以久了之后 慢慢的 慢慢的就会开始 回到那个基础线嘛 就是说 这个事情是 基本人权呢 这样 只是说还是有点争议 是说 要修明法 还是要立专法嘛 这样 我还是有同样的疑问 那如果两个都过 那怎么办 你要同时修明法 要同时立专法嘛 所以换句来讲说 如果这个公投两个案子都过了 就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明法要修 然后还要再额外立一个专法 再立一个专法 不是 所以我在看 他 我这样表态也不知道 其实我觉得修明法也没事 你有表态吗 你还没表态呢 我是表态了 两好三坏 真的 不是 那为什么不能全部都投赞成 嗯 全部都赞成就是你讲的困境了 挺同也过了 反同也过了 那我们公投是应该一条一条看 假设今天单独看说 要立一个专法 保护这个 同婚或是这个 不同性别的 这个基本的权利 然后伴侣等等的权利 嗯 这个叫做六十分以上 也许不是一百分 那六十分那好不好 好啊 那我就会赞同 我现在还没 我现在还没有想出结论 你现在回答的态度 跟柯P非常的像 真的假的 不喜欢在逼迫的情况下呢 不是不是 我只是 就是说他就不是 两好三坏 三好两坏是不是 两好三坏 两好三坏嘛 因为再多一个好局就三振了嘛 再一个坏局就保送了 我知道 但是其实 我现在还没 我说我还有安排 测定时间好好研究 我还没研究过 你没有时间啦 只剩两天啦 没关系 就是反正我礼拜六可以研究 你不能下礼拜四跟我讲说 你终于研究出来了 我会跟你讲说 老代 选举已经结束了 因为不会啦 我会在选前一坏 但是我so far 我有个好奇 就是说 其实有些东西 我可能这两好三坏 我可能五个都同意啊 那如果 那如果这个 专法跟民法都过 反正呢 你就跟柯P市长是一样的 绝不在压力之下 表态就对了 好 来 进广告 好 剩下一点时间 我们刚才看到选举 我们才刚刚跟你聊到 聊到小野 就看到这个 小野在哭的画面被重播 就是因为吴念真 在这个脸书上 这个贴了这个 好 反正选举到最后呢 两天被逼的 很多人大概也被迫要表态了 不过还好 没有人逼你表态 没有人逼我表态 好 我们好单纯了 我们好 话不要说太早 等一下回去就会表态 我们都被 没有被逼 我们都在自己脸书上 偶尔写写文章 宣泄一下 这样比较好了 这样比较好 那不要逼我表态 信中立选民 真的 好 不过话说回来了 你觉得这个选举 选完了以后 台湾的整个政治的氛围 会有很剧烈的改变吗 我们现在先不讲说 谁赢谁输 谁赢谁输 当然会有很大的变化 但我就整个选举过程中来看 有没有一股 什么样的力量 正在崛起当中 特别特别是 你讲了年轻的力量 为什么讲年轻呢 第一个 这是公投票 降到18岁 所以会有一批人 他不能投票 不能投选举的票 可他竟然可以投公投的票 所以这个 这股的动力 他们比如说在反同 跟这个挺同上 他的表态 假如说在那个议题上 很明显的时候 他有可能就牵动将来的 政治选举的投票 明年 对 对不对 因为他这个 那个是一个态度价值的问题 后年投票嘛 对 2020投票 这个力量你觉得要观察吗 会 我觉得会 这个 因为这个公投案 这是我们第一次 公投案这么多嘛 那公投其实就是 人民直接做主嘛 直接民主 的一个表现嘛 对 而且他有 有一个更重要的观察是说 呃 就是说人民跟人民 在可能在联书啊 或者是在很多 网路上的地方 都直接可以一对一的 去做公民的讨论嘛 嗯 当然有些会 有点超出那个 言论自由的范围 或者是有点侮辱 或者什么的 可是这个 这个我觉得 有点 有点 怎么讲 瑕不掩瑜啦 就是说大家还是很积极的 去讨论说 那为什么是挺同 为什么是反同 嗯 这样 有些东西不合逻辑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 这个从底层的 或比较草根的这个 这个政策的辩论 价值的辩论啊 嗯 我们得相信 也不是相信 我真的认为 真理就是越编越明嘛 嗯 而不是说 而不是说太害怕 这样子的一个 一些副作用 或一些副材料 OK 然后用假新闻 去抑制它啦 我觉得 也不用太过有不及啦 经过这个选举之后 假新闻的议题 你觉得在未来怎么办 我有个直觉 嗯 我觉得它自然而然 就会越来越不严重 其实我认为 不是假新闻太多 真的是执政党 沟通的太少 嗯 你看那个 你真的 你看他们那个 每一个各部会 或第三方政府 他们花在沟通上面的 预算跟方法 你就会知道 他真的沟通的太少 就是值不够好 嗯 量不够多 嗯 那你 这有点像是说 我这样讲 就你知道 你知道艾滋病的全民 其实是后天免疫不全 你如果免疫力不好 你其实是什么什么 什么小小的病啊 感冒啊 都会变得非常非常严重嘛 没错 那而且 前几个礼拜 我还看到 说 应该是美国这边 有一个消息 或者一个报告说 对岸 试图透过网路 在台湾创造一个 假的公民社会 嗯 我不知道这新闻 是不是跟没影响 没有影响 嗯 那你要 我当时就心想啊 就是 那你怎么创造一个 假的公民社会 不就是透过假新闻 假账号嘛 嗯 来营造出某一种 对 在网路上有一个 有一个 有点像海事圣哦 对对对对 嗯 那你要怎么对抗 假的公民社会呢 就是你创造一个 真的公民社会嘛 这问题有那么难吗 嗯 就是你的体质不好 嗯 你让你的这个体质好 名利好一点 社群活性强一点 嗯 让大家更能够 及时的 或是更积极的 参与这个 政策的这个讨论 嗯 细节的这个传播 嗯 你这个 当你的那个 当你的那个 沟通的对象 一开始就已经有 正确的资讯的时候 后面那些假的东西出来 怎么可能会 网民 年轻人没有那么笨啊 不会那么轻易 相信这种东西啊 嗯 那些会去分享 或的确有时候 像我们过去几次这种 所谓的这个网路上面的 争议事件啊 对 其实通常最后 都还是会水落石出的 哦 双方漏搜 对不对 然后更多的证据出来 譬如说 到底是 到底是女明星 打机车司机 还是机车司机 打女明星 OK到最后其实 大家都还是会知道的 还是会知道 对不对 所以真的假不了 也许一开始 大家会说 哎呦 怎么机车司机 会打女明星呢 嗯 可是最后还不是发现 这个事情是有它的原因嘛 嗯 那也许双方 它都有各自的责任 或者什么等等的 OK 但迟早会知道的嘛 好 我觉得最后这句话 很重要 迟早会知道的 那这也是我们要 有时候要对 某种媒体 不管是自媒体 还是现在网络媒体 还是过去的传统媒体 说到最后 其实某些真相 它还是会在互相比较 追究的过程中 慢慢地暴露出来 对不对 要相信民主 相信民主 哎 这说得真好 哇 你现在给我一个金句 以上言论 不代表本台立场 pop大国民 节目制作人 蓝婉珍 企划制作 邱正豪 接下来 请继续收听 What's up Music What's up 傑 现在